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傳入總結了 會和大家看今天港股的情況 先介紹嘉賓來自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見到港股今日美時時短 跌勢不斷加劇 現在來說跌176點 佈24,743點 曾經見過跌超過200點不多 失手20天線 當中見到國別股份 蒙牛方面跌勢非常急劇 曾經跌成8% 究竟今天港股情況如何 是否之前累積升幅太多 還是其他因素困擾著港股呢 因為中觀花很多分析 都覺得港股可能短期來說 還要回多一點 是的 因為看回升跌股份的比例 跌的股份數目的佔比 都有接近五成多 如果升的話 數量只有200多隻 跌的有過千隻 所以即使你看到今天的指數 雖然不是說真的跌很多 一百七十多點 但是如果你看回現在市場的氣氛 都見到很多資金 由一些之前的累積升幅比較多的股份上 都慢慢流走 所以普遍一些之前所謂一些國賊的股份也好 或者職休股也好 今天都是有個比較大的回調壓力 還有如果你留意內地A股那邊 其實這一陣子的成交都是減弱了 特別去到今天和明天 有超過十隻IPO會發行 會有一個認購的程序 根據過往幾個月的經驗 都是可以反映到 很多資金都會由一些二手市場的股份上套出來 再轉去抽一些新股 變相就令到那個大盤的沽壓都明顯是增加的 再加上下個星期初 內地公佈的PMI官方方面的數字 又或者其他的數據都是不理想的 我相信那個回吐的幅度都有機會是擴大的 那這一陣子 如果你看回恆志方面 初步就跌穿了24800點 20天線這個位置 如果你說找一條的上升軌 量度去下面的支持位 其實都看回 因為現在的上升軌 就在大概24300至24400點 會員資和現時這個水平 都還有300至400點的距離 所以現水平如果你說要買貨的話 我就覺得風險就高了一點 反而等它再回多300多點的時候 去回24400以下 才選擇去到再度吸納股份 好啊 那不如先跟進一下 那些藍售顧理客的造假先 好 看看情況 會空就升的 譯事來說 升兩毫半指 暴83.1 中二棟升五毫 建行同工行跌六仙 中國銀行跌兩仙 港交所跌兩百 國壽跌五仙 友邦跌兩毫 騰訊跌八毫指 金沙中國跌超過百分之二 新地升三毫 九倉跌三毫半 中海外跌六毫 環智地跌六毫四 中海油就沒有升跌到十五個一毫 中石油跌超過百分之二 中石化跌八仙 昆仁能源跌六仙 中海神華跌五仙 步二十二個四毫半 一定要說說這隻夢牛 大家開玩笑 是不是真的有隻牛手失錯呢 什麼事呢 如果你看到業績方面 單看大數順利或毛利率方面 都是有個不錯的表現 但是如果再看多一點 包括一個比較大的 特別的開支呢 說的是存貨的減值 和應收帳的減值 今次都是有個相當大的升幅 這一方面特殊開支 都令到它那盤數 看上來會是有少少問題 再加上一些分銷的成本方面 今次也是升了超過五成 這一部分其實又不是一次性的 因為當內地的育品市場 越來越多競爭 特別有一些海外比較出名的品牌 都打入去內地市場 兼且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 來賣他們的產品 都有機會令到 萌牛方面 在產品的售價上 很難再向上調升 所以無理率 你說去到今年上半年 都有三成三這個水平 究竟去到下半年 能不能夠是維持得到呢 這一方面市場有過的問號 所以見到業績出來之後 股價都沒什麼起息 兼且就越跌越多 去到接近收市之前 都是靠著全日的日期收 所以如果你看走勢方面 都真的比較頑 下面要留意34元 一旦如果你說連這些位置都跌穿了 整個形態就會進一步轉弱 好 看看出了業績 不單是盟友 職後之後就有一個拋售的情況 今天也看看另一隻股份 中國信大1359 都跌得很多 跌超過7% 今天收佈是3.92元 跟進一下大數方面 他們中期順利 52.96億人民幣 其實按年多賺有三成 每股收益一毫半 就不會派中期息 但都見到那個情況 就不是太好 說不良資產收入方面 就升近三成 應收的不良資產連發收益率 這個都會下降 到底當中 都是問回你 為什麼真的跌得這麼多 你解釋不到 是否反映過濃 還是怎樣 如果你說單體順 但其實業績方面 又不至於這麼差 但可能大家現在都有點擔心 就說他持有這麼多不良資產 到最後 是否能夠幫他們做一個重組 真的可以把壞賬收回來 如果你說到最後 有部分一些應收賬 或者有部分一些不良的貸款 是收不回的 要做一個減值 撥備等等 可能對於未來來說 都會有一個潛在壓力 所以如果你看回順特這隻股份 我經常都說 要分析相當之困難 還有究竟要估業績方面 能見度相對比較低 所以如果你說買燈 1359的朋友 都要預算股價相對會比較波動 好 不如說多一隻 Jason 3337 安東有電腦母 都嚇到給他 你看他的股價圖 成交方面 真的有急增的情況 不單止 還要破底 3.27% 低位52週 最終跌1.4% 收報在3.4% 同樣地出了業績 首先巴克萊方面 他就說他的業績 遠低過他們的預期 而且毛利率比較差 是的 他也有很多利答因素 本身大數都差過預期很多 二來就說他之前都定了一些目標 但是你說今年上半年 由於中石油方面 都接受了一些反貪的調查 所以令到很多的訂單 可能押後了 那究竟你說到下半年 能不能夠是可以收得回 這一方面 都是有個相當大的隱憂 二來也是見到他那個應收帳方面 今次那個期就急升 去到二百六十幾天 即是代表著有些數 在客戶上面 但未能夠可以收得回來 所以你說接下來 如果整體的應收帳期 是不斷增加的 對於他的現金流方面 資金流方面 都仍然會存在一個壓力在 所以你說這一份的業績 大數又不行 看他裡面的資產負債表方面 也是有些問題的時候 那我相信他短期之內的跌勢 都很難說這麼快可以扭轉得到過來 明白 我們剛剛跟進三隻股份 都是出現跌跡 而且真的很誇張 我們也看看 明天他們股價表現會不會有反彈 另外也感謝Jason 在港股方面的詳盡分析 我們全日總結的環節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聽我們另一位過月主播 和大家跟進港股最新的新聞 千萬不要走開 最後Jason 港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我們待會再談